对外标榜不含化学添加物 却被查获使用人工香精的面包店胖达人 已经和台北市消保官达成了退费协议 业者同意从三年前开幕以来销售的面包都可以全额退费 另外在外加25%的礼券回馈 和台北市消保官协商了两个多小时 胖达人董事长徐徐平中午12点多脸色凝重的走出来 他说抱着很大的诚意来协商 但如果按照市府的要求加付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公司将损失好几亿 徐徐平说这等于是判胖达人死刑 无限上纲的结果恐怕就是倒闭 这一段出来我觉得等于是判这公司死刑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 因为这个下去好几亿 因为我们这么多员工 每个人都是在非常恐慌的状态之下 今天我们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不是说今天是毒淀粉 或者是说今天是一个塑化剂 那今天公司犯了这个错误 我们愿意来承担所有的责任 但是呢 这个后面加注了这些词语下去 就注定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拯救 市府也出面说明协商结果 业者同意从2010年底开幕日至今年8月23号为止 只要拿统一发票收据以及刷卡证明 就可以全额退费 另外再以退费金额的25%回馈给消费者 以礼券支付 而拿不出凭证的人等重新营业后 再择其连10天打75%的优惠 退费方案将从27号周二起一个月内接受登记 10月1号起公告通知退费 各分店本周二也恢复营业 同时也开始接受消费者登记退费事宜 他们是法治局对这样的协商结果也表示遗憾 认为业者还是不重视消费者的权益 针对不满意这个方案的消费者 那像我们这边提出请求的消费者呢 我们会全体一起来看是不是用消费者保护法里面 提出啊这个诈欺的告诉 徐顺平也表示他发现 庄宏明在外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负责承攬胖达人的清洁事务 费用竟然从原来的十多万元变成一两百万元 怀疑庄宏明涉嫌利益输送一并提高背信罪 而记者随后打给庄宏明助理 助理找不到庄宏明为由 不愿表示意见 记者沈小青谢启文台北报道 职棒一大犀牛队的总教练徐顺明 上周六因为心肌梗塞过世 而十八年前由徐顺平引荐进入职棒的张泰山 昨天也来到灵堂之意 感谢恩师对他的慧眼提拔 恩师突然离去张泰山这两天入夜后情绪溃堤 来到徐顺平临前和师母相拥而泣 要不是十八年前徐顺平会演独具 张泰山不会进入职棒打球 也不会在今年创下两千支安打记录 张泰山原本庆幸和老师的误会已经冰势 将来隐退时可以好好谢谢老师 谁晓得意外发生留下遗憾 一切都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如果早一点去拿起电话打电话给他 或许是我们这几年还是像父子一样 关系会是很好下去 原本要移动回高雄的犀牛队 26号接近中午全体队职员也到徐总 臨前致意 教练冯盛贤说前一晚梦到徐总 早晨起床时泪流不止 他很不舍的在球场 他坐在这个休息室 就像跟往常一样跟我聊天 然后比赛完之后会跟我讨论 今天比赛的状况 然后明天要做什么 然后这一阵子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起来 其实我也很难过 因为他真的走了 但是我想他的精神应该没有走 球队的气氛赶伤沉重 25号晚上的牛巷战也因而输球 代理总教练黄炯龙在临前向徐总说抱歉 也希望球员们调整情绪 帮球队赢球才能告慰徐总在天之灵 我想我们今天本来要移动回高雄 然后我们先留下来 今天先把徐总 大家来见徐总最后一面 然后我们再回高雄 我们再好好调整 每次打球打总教练都是第一个出来机长 那就是回去之后 第一次没有看到他 其实感觉还蛮奇怪的 徐盛明灵堂开放吊宴第一天 恰恰彭正敏棒鞋干部也前来置业 不少他在魏群龙与中信经时代的球迷 也来到灵堂外守候 自制海报悼念这位球场上的魔术师 中华职棒联盟则宣布 承认徐总在台湾大联盟与中职的715场胜利 为他一生付出心力表达敬意 记者林晓慧 沈志明 陈立峰台北报道 刚过世的剧场大师李国修所创办的剧团 屏风表演班 昨天发出声明 宣布要在今年底完成了沙姆雷特的巡演之后 剧团将要无限期暂停演出 此刻我们讲说它并不是个句号 它是暂时的一个休止符 屏风表演班在中午发出声明 表示在沙姆雷特12月29号全国巡演结束后 将无限期暂停演出 李国修的妻子 目前屏风表演班的负责人王岳在声明中指出 李国修身为剧团主棋式的创作者跟经营者 在他过世后 剧团的营运方式和作品势必产生质变 夫妻在李国修临终前曾经讨论 李国修同意在完成已公开的行程后 屏风将无限期暂停演出 但精神永存 之前之所以我们没有多说 是因为我们希望把国修老师的追思会先处理好 然后月姐沉淀一段时间 那我想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 屏风员工表示 他们也是在昨天下午才知道 要上班到12月31号 而今天正常到屏风排戏的演员郭子前 也是中午才知道这项消息 感觉很错愕也很不舍 莎士比亚也去世了 留下的剧作只要有不同的人来诠释 自己叫做创作 自己叫做艺术 我希望真的希望屏风可以 让这个屏风延续下去 目前屏风有大大小小78场演出 演完之后就要画下修纸服 由李国修创立走过27个年头的屏风表演班 发表过40个戏剧作品 有1793场演出 吸引将近150万观众进剧场看戏 如今随着李国修故事 屏风将无限期暂停演出 王月也在声明稿最后 感谢每一位观众和他们共创美好的台湾剧场传奇 记者选死讲龙翔台北报导 洪仲秋暗让军方士气大受打击 国防部特别在昨天跟今天进行战绩操演 除了鼓舞士气之外 也希望能够争取到民众的支持 火方地面部队发现敌军搭乘直升机 准备降落要进行散透攻击 赶紧派员将敌军团团包围 火方OH-58战收直升机也赶来支援 征搜并回报敌军状况 先让指挥官决定派出S-1W 严禁蛇攻击直升机 配合地面部队进行攻击 S-1W以俯冲方式对敌攻击 让敌军严重受挫 地面部队赶紧上前收拾战场 H-1W与OH-58也迅速返回基地进行真步 直升机落地后不停机 保修人员赶紧上前进行热加油与热挂弹作业 保修人员以成熟动作迅速完成作业 直升机也马上起飞转往其他战场支援 有精良的后勤才有坚强的战力 参与这次操演后勤任务的陆军航空六栋梁旅飞保厂直修工厂 正是今年国军模范团体谈起各项演讯与救灾任务 为了让直升机维持最强战力 他们有时必须放弃睡眠与用餐时间 近来军方由于红中秋暗士气大受打击 国防部特别利用年度国军模范团体表扬的机会 向国人展现机囊战绩 除了鼓舞士气也希望民众能多多肯定国军保家卫国的努力 这叫张熊 张梓佳 台中采访报道